据美联社报道 6月13日 美国最高法院重磅裁定 搏回了对堕胎药米菲丝酮的诉讼 这意味着这种常用药物可以继续广泛供应 去年这种药物在美国近三分之二的堕胎案例中都曾使用过 这一裁决是反堕胎运动的重大挫折 这是自最高法院保守派多数 在2022年推翻里程碑式的罗素韦德案以来 最高法院审理的首期有关升职权利的重大案件 9名法官裁定 质疑这种药物的医生和反堕胎团体没有起诉资格 这给未来的诉讼留下了空间 法院的裁决意味着米菲丝酮将在预先存在的条件下继续可用 包括允许女性通过邮寄方式接收药物 而无需亲自配药 全美14个州禁止在怀孕的任何阶段堕胎 另外3个州禁止在怀孕约6周后堕胎 在赞扬这一决定的同时 拜登总统表示 民主党将在11月大选前继续大力宣传堕胎 拜登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这并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 即在许多州 妇女获得所需治疗的权利受到威胁 甚至不可能 米菲丝酮是药物流产双药方案中服用的第一种药 这是美国最常见的流产方式 自2000年以来 已有600多万人使用米菲丝酮 堕胎反对者谴责该裁决令人深感失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